Dat 這一攤 70年的在地老店啦 哇你看這個招牌顏色已經退成這樣子了 但是這三個字還是看得出來喔 高菜醬 欸 這個果菜汁 阿 在當時喔 算是很新贏的飲料欸 可以喝得到果菜汁 多麼難得啊 在民國差不多39年 快40年的時候 這家店不得了 網友推薦有很多喔 除了這個独菜汁 還有這個綠豆汁 還有紅豆牛奶也很聰明 什麼紅豆牛奶 是紅茶牛奶啦 這一家是在鹽城區 屹立70多年的老店耶 是在地人心中的獨家口味喔 天氣熱啊 來上一杯蓮藕茶 真的是吃醉的啊 還不開尾啊 溫的原味比較明顯對不對 對 因為我看起來顏色是紫紫的 它是什麼品種 它是水 它的餐地是在泥土地 泥土地 泥土地 你吃的那裡是 但是它的品種是水裡 還花出去的冬天 所以它就是水裡的 老闆不說真的不知道耶 也難怪喝下一口蓮藕茶 蓮藕清香 就從舌尖散發開來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試看看啦 這家呢 就是高雄必吃美食之一 郭家露粽啦 這家知名的肉葬 伴隨著鹽城走過一甲子的歲月啊 以高CP值的美味 融入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中 來到高雄 千萬不能錯過啊 先來試試看它的 糟糕 就是這一粒 這粒很好吃喔 哇 配合上它這個 有點鹹鹹甜甜的醬汁 好過癮喔 肉 還有這種乾粘吧啦 乾一點點肥鬆肉 然後配合上一點點 挺香的花生粉 旁邊那碗花粿是什麼味道 快跟我們說啊 這個花粿喔 這個很香喔 真的有彈性 有沒有看到 而且如果有一點點會味噌胡椒香氣 然後一樣是淋上他們的特製醬汁 吃這個花粿啊 看起來很貼心喔 才有準備的這個 飯泥 哇 喜歡這種重口味的 可以加一把上去 好喔 加在花粿上面 有夠蒜 有夠蒜的喔 給它攪一攪 攪一攪 攪在一起吃 好香 好夠心喔 你看 這碗湯 滿滿的 掉那麼多 品嘗看看它的味道 好香喔 湯喝起來滿輕鬆的 但是香氣很酥 然後你看它豬絞肉 也覺得好大方 而且啊 這些豬絞肉 是有點肥瘦肥瘦的 好酷喔 妳現在在做什麼 我做 妳在做什麼 好酷喔 好酷喔 高材學長推薦 就是這杯 華達奶茶啦 千辛萬苦 終於 喝到囉 阿肥啊 喝的呢 除了他們有招牌的 華達奶茶之外 我喝的是他們的 義壽奶茶 也就是有 胡樂加上紅茶 加上鮮奶喔 所以它的糖量呢 會比一般的奶茶 再稍微不甜一點點 但是喝起來就順耶 去一家在地90多年的老牌豆花 90多年 敢不敢啊 這一家豆花店不得了了 民國14年開到現在 你看看是多老牌的店家 他們的用料很特別喔 像我們一般吃的豆花 吃糖水啊 加上一些珍珠 但是他們家的是荊棘耶 嗯 古早味的豆花 就跟米米桑桑 糖豆味非常香 重點是它用的糖水 真的很厲害 有那種黑糖水的味道之外啊 那個荊棘 因為他們有醃漬過 蜜漬過了 所以荊棘味道也很香 除了我們單純的這樣吃一口之外 如果喜歡荊棘味更重一點的 我們可以稍微再把荊棘有沒有 那湯匙稍微擠壓一下 然後我們再來吃一口它的味道 荊棘啊 荊棘耶 真的這樣擠一擠之後啊 它那個荊棘汁流出來 你會稍微再更酸 但是水果的清香味也很棒 這雞絲麵一邊拌 那個油蔥香味就這樣串上來了 就是特別有嚼勁的那種雞絲麵耶 看看它的麵條 是真的比較粗的麵條 而且還會大... 重點是他們拌的 油蔥絲的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豬舌湯 有沒有看到 裡面滿滿的都是料 這麼大一碗 然後配上一頂邊薑絲 配果它很好 好好喝喔 湯輕輕的 但是那個薑絲味也很 然後配上這個豬舌 非常的順口 好 忙碌的一天 來上一碗雞絲麵 再喝上一碗豬舌湯 熟悉的香氣 溫暖 踏實 好幸福